交通部将推出公共运输月票补助方案 预计争取三年两百亿元预算 针对北北基陶 中中投 以及南高平三个生活圈 推出交通月票 实际计算交通月票 北北基陶一千两百元 如果从陶渊到芝山 一个月客运两千八百四十元 加上捷运六百元 等于三千四百四十元 用月票可省下两千两百四十元 这样算一算还是不好算 所以就没有买月票 我上班我会买 另外中张投月票一千元内 如果从园林到台中 台铁月票一千六百七十八元 加上公车六百元 等于两千两百七十八元 可省一千两百七十八元 南高平月票一千元内 如果仍得到高雄 台铁月票一千四百九十九元 加上捷运一千零四十元 等于两千五百三十九元 可省一千五百三十九元 过大道共享的机车 这些都可以去做仔细的评估 我们的转送的部分 必须要规划的更完整 消机会交委会召集人 李克聪建议政府 应该要有更细致的规划与配套 把共享运据纳入 只用低价吸引汽车族 效果有限 学者邱玉君也认为 中南部先把公共运输入网 更完整才有效果 否则民众不买单 中南部它的公共运输较少 所以这样的旅行成本 要想办法降旅行时间竞争优势 另外也有立委认为 并齐票可促进大众运输的使用 是对的方向 但政府应思考长期的预算来源 非两三年的特别预算又完后 又打回运行 记得又为林辰亮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才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